记得一定要先新网站 第二个新网页 新网页里面的话 再插入一个新的什么 JQuery Mobile的新的页面 反正存档他就会 问你要不要加上那个 韩式库嘛 韩式库至少会有1.0 如果你要升级成1.45的话 就把上面的部分贴过去 就变1.45 你也可以测啦 这些步骤就做熟了之后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说怕你开头 那个部分如果不熟 那后面当然问题就会 再来第二个就是插入页面 像我们这个页面是没有页尾 有页首跟内容 就分别利用这个JQuery里面的 这个选单功能 先加一个 里面的话再填什么 填一些这个相关的东西 把它稍微填一下 就底下这边有个新网值 1234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改一下 里面的话就填个什么样语言 1234按个确定 再送出啦 我想这些前面都做很多次了 再来就是程式把它处理一下 就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里面要做哪些呢 第一个 这边的话 这个名称我叫做Course 这个名称的话呢 我叫做什么呢 叫做Languages L-A-N-S 所以要不就是你可以拿前面的来参考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说 一样嘛 by的它 哪一个呢 当按钮按下去的时候 那我直接怎么样 就去抓什么 抓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当然先串一个Stream 选课结果 换行 然后呢去抓什么呢 抓那个Course里面的Value 因为它单选 所以直接就抓 抓到里面的东西就好了 其实就把它点Value 里面的东西呢 我就可以把它抓过来了 可是抓过来之后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编号是哪个编号 所以后面的话 课程编号啦 我顶多是做什么 做它的这个编号 由哪个阵列开始 所以后面的话呢 就是建一个这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我前面是抓到它的里面的Value 里面Value就1234 数字嘛 可是我要去抓它对应里面的值的话 那当然我就是要建一个阵列 由阵列里面去抓 第一个0空下来 1234 前面讲过啦 因为0这样不方便 因为每次要减1加1麻烦 所以课程名称 就是它的这个数字 所以其实这边应该再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那个点会比较好 比如说中间再串一个点好了 1点什么东西 2点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这边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我就比如说选哪一个 选其中一个 选这个 然后按送出的话 课程编号 就是2点 它会抓到它的Value 然后后面呢 再用阵列的方式去抓到后面的东西 网页设 少一个字 设计嘛 所以这边的话 为什么会少一个字呢 其实应该就是 我刚刚阵列的时候 阵列的时候 可能少一个网页设 有没有 所以这边再加一个G就可以了 好那 再来的话 就是抓底下的 课程编号把它输出 然后语言的部分的话 就跟刚刚一样 我宣告一个Reloud 这个应该 刚刚才讲过 一个Reloud的阵列 然后呢 去抓LANS里面 这边记得 一定要有个空白 这个空白 没有不行 刚刚有讲过 然后冒号 slade 里面呢 所有的东西 它的index 它里面选到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把它里面东西的文字抓出来 放在这个Reloud里面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的话 刮壶 把里面东西呢 再 把实际上里面的值再抓出来 所以除了里面的值之外 它再把后面的东西再抓出来 补一个刮壶 所以这个抓回来的东西的话 里面的value 如果要抓里面的value的话 那也是1234 也是数字啦 所以后面有刮壶多少 最后的话呢 把它输出 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的话是单悬 所以我们把那个 前面的练习 把它二合为一 这边有一个单悬 然后这边的话呢 可以打勾 最后输出 就两个结果 你会发现 这个是前面的名称 刮壶里面的 就是它的value 把它的value给抓出来 放在刮壶里面 OK 那这个程式在云端上都有了 请各位自己再利用那个云端上面 我要把程式贴上 但是是画面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把那个程式稍微试试看 那我是建议啊 这个程式一定要多打 才比较能够了解整个流程的来龙去脉 其实差一点点地方 就真的差很多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 好